人民币汇率期这个关口,检验的是市场的信息,第一期,说明人民币汇率总体,处于可控稳定范围,差过期的话,说明跨境资金流动,进口以及外出,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动荡。 历史上,人民币并不是没有经历过期,2005年7月,中国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度,自此拉开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序幕,而浮动汇率一出,使得中国几十年来的增长红利得到翅膀。 人民币一路升值,到2008年8月,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从8比1升值6.8,附近,升值幅度高达15%,在七关口附近徘徊。 然而人民币大幅升值带来的是出口压力剧增,不巧遇的08年金融危机,为了稳住三家马车之一的出口,人民币重新盯住美元,遏制升值。 直到2014年,人民币汇率一直到6附近,升值压力得到充分释放后,此时美联储的QE政策效果早已显现,美元开始贬值,从而导致盯住美元的人民币随着走弱,而期间英国脱欧,美国加息和资金回流,等都起着人民币贬值的推国助澜的作用。 特朗普的当选使得美元走强,美国经济复苏话题重新回到人们视野中,美元快速走强,包括人民币带内的许多国家汇率对美元贬值,但在羊妈的干预下,人民币最终还是被控制在期以下。 所以,在过去十多年以来,人民币美的危机关头,总会欺负仅停留,继承了人民币的最后防线。 那么好了,既然期是红线,那上下波动一点点有什么实质差别呢? 首先,汇率一般都是计算至小数点后四位,为啥这么精确? 你们微小的汇率变化,对于千亿级贸易结算额和万亿级外汇储备来说,影响都非常大,更别说从6.9到7.1了。 这点很容易理解。 其次,宏观方面,如果到了7.1,说明宏观经济下行预期加大,资金外流会更加严重。 对于贸易方面,本币贬值当然是利好出口了,所以假如真的到了7.1,一定程度上还能缓解中国出口企业的关税压力。 货币方面,本币的贬值会使得人民币的国际购买率下降,人们更倾向于把手中的人民币换成美元来保值。 这样一来央妈手中的美元就越来越少,从而影响国家的进口和贸易结算。 总之,人民币的一举一动,都牵动着中国经济的神经,人民币的稳定容不得半点闪失。 本文系,小白读财经,ID,烧别读财经文章,欢迎订阅交流。 我们不追求高大上,只有普通老百姓都听得懂的大白话。 让你学财经,懂理财,跟着小白读财经,财经从此so easy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